看我们姐妹俩长得像不像 亲身的 好消息好消息 今天我姐还有姐夫要回来 姐妹两个难得小聚一下 所以大早上呢 专门去街上 我买了一些菜回来 准备露一手 大家不晓得是 小奶奶今天邀请我们 上大家吃饭 大奶回来一餐 在我家吃饭 行那今天就辛苦小奶奶了 那不行 人都热了我回 那我这展现的机会 只能往后排了 明天弟弟回来 再露一手 小妹 赶紧吃饭的 吃饭 奶奶好 我们吃饭了走 有好吃的喽 开始吃早饭了 六个小菜 都是我爱吃的 妈多吃点 吃完饭爷爷就去挖地了 我们去给帮忙 走 下地 爷爷在这边呢 爷爷 爷帮地来帮忙挖 准备吧出头给我吧 行 你来挖 爷爷早上已经挖了不少了 爹这挖准备地了 准枪梅有 哦 准枪梅是吧 准枪梅 把几枪 这是爷爷家种的棉花 马上要摘了 来人再摘大麻豆 这叉子挖 长这么大还第一次这样挖的 我们家都用叉子挖的 挖了一会儿躺下了 小伯爷帮我把衣服拿到 行 脱了衣服 我继续干 没事我多挖一点 你就少挖一点 刚开始干一样就干我 我还不然把这个手 刚刚我姐我打电话 说她已经到家了 现在回去 下午再来挖 走 姐姐姐都已经回来了 小孩都玩在一起了 看小兔子 小米宁 小姨 你放一包 米宁 小姨你就玩好不好 姐姐妈 看着看我的眼儿跳过了 我的眼睛就比较一眼 不是吧 你给我买两个五斤呗 你爸也是 刚好 刚好 挺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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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们姐妹俩长得像不像 亲身的 看哪个是姐姐哪个是妹妹 哈哈哈 我是姐姐 其实这次小缠架 回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小时候后天结婚 准心了啊 对 喝几酒的 这要一起打到大了 玩到大 对我们一起长大的 很荣幸 小姑跟小奶奶在吃饭里忙我的 看看 吃饭了 小奶奶小姑辛苦了 不辛苦 没幸福 今天就是小姑闪熟 大叔 烧鸡 炖点鱼 炒菜 我们就等着吃就行了 谢谢人的 老板你回来 回大天价吧 人家走起来 来 小姑的鸡 好 看一看 烹不烹这 开饭了 都吃饱了 大历还在收尾 好不好吃 好吃 吃完饭了 带着阿嬷到奶奶菜地去放过去 走喽 看奶奶这是什么菜 看看这是奶奶菜地啊 里面十几种菜的 菜地里面插了很多棍子 有知道他们是干嘛的吗 都动起出来了 我也要帮忙 好的这里有你摘吧 好 摘大的啊 一下就摘一大把 好了 妈妈我找到一个 这个要摘的这个老了 这块生抽了 我也很好吃 我还是立即给你的豆子 看 就这样呢 吃里面的米 米很大 可以吃了吗 真的不能吃 明天天奶奶 煮熟了给你吃 每次带小妹回娘家 家人们都对我们特别热情 人多就是热闹 本期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明天见